资料标准的建立分享 那今天的课程主轴我的想法是开放资料 取得开放资料 透过Excel他现在很棒的ETL概念 怎么样把资料放在他的一个赞存伺服器上面 那我们如何去做资料的清理 然后合并档案 接下来才会进入到资料分析 那资料分析我们当时用Excel的枢纽分析 薪资表 销售 统计表 然后整理好资料之后 画图 画完图 他可能就要去产生每一个员工的薪资表 或者是每一个客户的对账单 假设七百个客户 天哪 他是不是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去做另存心党 所以呢 我最后如果有时间 我会希望教你们Excel里面的VBA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还有WeChair Line 全部都给各位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你提问 那我的课程的范例会放在这个地方 提供给大家来做练习 我们在传统工作上面到底遭遇到什么问题 导致我们要可能在做资料 处理 或薪资表 我们有一千个员工 天哪我要做一千个档案 这个时候我又不会写程式 那要怎么办 一刚开始拿到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资料 他需要经过一些运算 整理 有的时候呢 他的资料需要再做什么 从栏转换成立 今天我们都会遇到这些事情 然后再接下来 我就分别把它整理变成什么 变成那个一张个人资料表 疾病状况表 检测结果表 好三张资料表 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去做合并 合并之后呢 我们才开始来去做资料的处理 例如说资料清理 事实上应该是要做资料清理这件事情的 可是 假设不做资料清理 那就真的很可能会造成 就是垃圾进垃圾出这种情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做完资料清理 就会去产生这个视觉化 可是最多最多的问题 其实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尤其是我们用Excel 他每一个月拿到新的资料 那接下来那些图全部都重新绘制 我今天呢 就是要告诉各位 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走这个标准化数据流程 我们会变成 不用再重新画这些图 不用再每一次重新整理这些数据 那这个策略是这样子 就是说 假设我们先把这个资料 先一张一张 我们先位进来 位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去做一个标准化处理 做完标准化处理之后 然后接下来呢 那如果他还是需要去做 蓝列的转制 这个时候我们就去做这个蓝列转制 而且这个动作已经变成 就是按一个按键 好 再接下来我们呢 就还是要进入到资料的清理 做完资料清理之后 再去做所谓的一个视觉化分析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会着重在 假设当我今天我一直不断的拿到新资料 可是我的最终整理 我只有按一个按键 就是全部重新整理 不用每一次一直不断的再重新设计 什么叫开放资料 所以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明 干脆我们就去看网路上 他这边的一个定义 其实会单位啊 有可能会把自己单位的资料 然后变成开放资料 而且这可能还可以去赚钱 开放资料目前还是以政府的开放资料 最多最齐全 那主要是因为民众的个资 被政府各机关收集过去 然后接下来呢 他会把这些资料去做 去除个资 而且是不可逆推 像身份证之后 这是可以逆推 你至少可以猜出来说 这个人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的出生地 以及他的那个身份证之后 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 但是假设我们今天的开放资料里面 就不适合放这种可逆推的个资 那所以这些去识别的资料 甚至有人会经过重新计算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那个提供 提供什么 呃 卫福部提供疫情 每日的资料 其实他已经重新计算 就是说那个每一家医院回报的数字 这是我们拿不到的 所以这些资料呢 已经完全去掉个资的情况之下 不会受到著作权专利权 还有那个其他管理机制的限制 所以可以开放给社会大众 一起来去使用出版 那这就是开放资料 呃 我现在呢 我想介绍的开放资料 是财政部的开放资料 开放进出口的各国家地区 以及产品种类 好 来当作是一个范例的讲解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领各位进入 就是财政部进出口资料下载 您可以先把所有视窗都先关掉 好 接下来所有的动作都要跟着我操作咯 保证您有精彩的e-sale的一个旅程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先来看 如何下载财政部进出口资料 好 第一请点这个prong浏览器 二请点选某一个使用者 我们进去google之后 因为我要到的是财政部的进出口开放资料 所以你就打这个关键字 好 第三个动作麻烦请输入财政部开放资料下载 好 所以应该就是这一个点 第一个出现的财政部资料开放行动策略 到了财政部这个地方 请点拉下来 拉下来到中间 有一个统计资料库 第四个动作就是进来财政部之后 麻烦请到统计资料库 统计资料库里面它有三种资料 它放在贸易统计查询 好 所以第五个动作麻烦请点 贸易统计查询 好了 那以上就是如何进入到财政部的开放资料 真的这里面非常多资料 值得我们大家来去做一个 就是下载来去做学习 我接下来呢 我想要请你们去下载进口 进口主要国家 主要货品 记住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没有把那个 全世界一百七八十个国家的 所有进口的品项与值 呈现开放出来 它只有开放最主要的 好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就是来去下载这个 主要国家主要货品的进口值 进口开放资料 好 那所以 如何下载财政部贸易统计资料 里面的进口各主要国家 主要商品 主要货品的开放资料 所以第一 第一 麻烦请看这个地方 请点选 这个国家地区 货品交叉分类表里面的 进口主要国家地区 主要货品 而且呢 各位应该要知道 它每个月都会把最新的资料 放上去 像现在是五月 它已经放到 111年四月的资料了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应用这个资料 其实是每个月都过来下载 那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们就以年的方式来去做下载 麻烦统计期 刚刚第一件事一定要点对进口主要国家地区 主要货品 那在这个地方麻烦请查询 先不要点 可是你要先去设定 你要下载的期间 例如说我要下载108年 要不要下载109年 所以请你先把统计期设为108年1月108年12月 就是我们一年一年下载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年月日 请各位选最小的单位 那最小的单位就是月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最后麻烦请各位一定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目前就是开放资料 最多人应用的都是CSV CSV是文字档 不是那个什么依照档案 它是文字档 所以建议各位 尽量提供给别人的资料 像我今天下午如果有机会交到 以下VBA 都是在输出档案 是以CSV文字档为主 所以在这个地方输出档案 请选CSV 好在接下来我这个地方的设定 请你一定要知道 它是一个模板 好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108年1月到108年12月 然后以月的方式 这边不用动 然后最后输出的方式 以CSV的方式呈现 好在接下来 那我主要国家 因为我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各位分享资料清理 就是所谓的文字探勘 所以在这边麻烦就 我们只挑主要国家 好首先请勾这个全选 然后请把全球关掉 亚洲关掉 因为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所有的州都有选 那是不是就变成 所有的州全部加总起来 就变成全球 所以这里面就变成重复计算 那我主要要算的是主要国家 所以在这个地方 像这种有重复的 也统统不要 像中国大陆与香港 这下面是不是又分开 好我要的是这一个 中国大陆香港日本南韩 好新南向18国 东协10国 那东协10国 如果我只能选一个 否则的话 这边就叫重复计算 好所以麻烦 请把东协10国关掉 只要有重复的 好等于说 让我们加总算出来 两个以上的 我们暂时先关掉 如果各位有兴趣 知道说 你把这些资料全部下载下来 到时候要很麻烦的去做 那个数据清理 那如果你很有兴趣知道 怎么做 我的别的课程 专门在教数据清理 这些 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了 当然 所谓解决就是 按一个按键 重新整理 好那里背后 他要写很多的 程式 那接下来 南亚 关掉 然后中东 关掉 北美洲关掉 中美洲关掉 南美洲关掉 欧洲关掉 非洲关掉 大洋洲关掉 好了 留下来的这些 就全部都是一个 单一的国家 或还是有地区 可是就没有重复计算了 好这边就是主要国家 相对的各位 我们的这个主要货品 主要货品呢 也要麻烦请各位 好 我们只要勾这 19项 也就是说 您看一下 请勾1 2 3 一直到19 这个不要勾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边也是要去做 所谓的文字裁分 好 所以麻烦请把这19个勾 打勾 这就是 等一下我们要下载的资料 也就是说 我就没有下载这些了 没有打勾 就是没有选去 好了 以上是 我的一个 要下载的模板设计 好 请你要跟着我做 做到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开始 真的要去下载 108年 也就是2019年的 一个进口 主要 国家地区 与 主要货品 的一个资料表 所以直接点查询 稍微等一下 因为我昨天晚上测试过 之前好多次测试 他都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例如说花个10秒钟下载好了 那我觉得10秒钟的等待 应该是还好 我们108年下载好 接下来要请各位下载109年 所以请修改统计期就好了 麻烦先改后面 这个108改成109 然后前面这个108也改成109 然后请点查询 好 所以109年 110年 我也只要下载这4年了 我也只要下载这4年了